泰国作为榴莲大国之一 真的很容易吃到榴莲 不过榴莲始终不是一年365天都吃到 或者泰国人真的吃得太多榴莲 所以泰国有很多很多榴莲相关的产品 逐一介绍我一定会介绍到天光 我随便说几只算 榴莲沙冰 基本上我觉得榴莲很贵 你说沙冰是否真是前无古人 是否这么特别呢 又不是,香港也有 但是泰国的榴莲很漂亮 何需混合加一些沙冰 加一些雪糕 其实已经毫无破坠了 现在我们泰国是否都吃回碟 至于在哪里,看影片便知道在哪里 榴莲撻 榴莲撻和榴莲芝士差不多 只不过换了榴莲 但榴莲口感便搭够 只是饼底都够好吃 这个合格有余的了 一咬它那一下 味道就涌出来了 但以泰国来说,我觉得真的很好 泰国来说是 它的皮,无论皮的松弦成素 有泰国的味道 它的皮配合到 榴莲饼干条 这个榴莲饼干条 真的要疯狂介绍 以为这种食物 森林和之前的那些差不多 榴莲撻,榴莲沙冰 榴莲饼干条 应该周街都是 怎知原来这么多年来 都是没有人做过的 庞压来说 今天我们就来支持一下 我们的朋友,Poco 所以我们就来到 泰国厅去探查 先探查 我们刚来到这座 你看这个座 看这个座 多大 没错 那我们就去找Poco 不知道Poco在哪 唉,有时间去找 墟长这么大 很多泰国菜 在炸猪手也有 唷 一转弯就见Poc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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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試這個嗎 好 試試這個 試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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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有什麼 留言啊 我看 好 突然拿走 哇 這是榴槤 榴槤桿 榴槤桿 嘗到 榴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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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榴槤雪條 不說了 自己看影片 我們試試一下 嗯 嗯 你上次九龍城吃的 有什麼味道 當然是吃雪條 但是 我的重點是 榴槤 它沒什麼特別 只要把榴槤雪條 因為榴槤的質感 是好 其實怎麼做都好吃 哈哈 你 你 這個榴槤好吃點 處是在於 以前吃百力之 有什麼特別呢 百力之 榴槤 你聽到是完全沒有特別的 你就想 啊 你應該到處 怎麼不然 不是 怎麼不然呢 整個泰國只有他們做 所以這件事一出的時候 泰國當地都很受歡迎 他畢竟都用這個 新鮮的榴槤肉 打成一個 糖漿 再覆上去做一個漿 所以它甜得來 有那個香味 在那裡 我隔了 我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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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這件事 我看見 她說 很小色的 泰國人喜歡 去英國 去各地 去全國 去日本 澳洲 外國 西西西亞 在外國 西亞 西方 所以 我看見 他們 都沒有 每年 都可以 去 有很多东西都不用我说 你都知道有多好吃的 前提是你喜欢吃榴莲 榴莲东西怎么说都说不完 下次去泰国我再做些好东西 吃给大家看 拜拜 请赞好JMKTV 请赞好PocoThailand